iPhone 15也能玩3A游戏了 它相当于什么性能的响卡 和PS5、PS4比差多少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 以双华维基4的重制版为例 数据来源于互联网 目前是测试版 以后还有优化空间 苹果新发布的A17 Pro芯片 运行双华维基4重制版 默认的分辨率是1560x720 但是它原始分辨率是在540p左右 是因为开了类似于DLSS的技术 而且是中画质锁30帧 通过手动优化 把分辨率调到2340x1080分辨率 还是中画质 苹果的A17 Pro芯片能跑到44帧 此时的功率是10W 后来由于温度过高 降频 帧率来到了30帧 但是是比较稳的 此时功率是4W 同样的游戏相同的设置 对比GTX1060强卡能跑到88帧 那A17 Pro的帧数 正好是GTX1060的一半 那市面上有哪些显卡是1060一半的性能呢 我们以GTX1066这块显卡 它的分数为100% 这是一个2016年的显卡 功耗是120瓦 和它同年的GTX1050Ti 相当于63.2%的1060 它是75瓦 还有一个2013年发布的GTX760 它相当于53.2%的1060 它的功耗是170瓦 还有一个2015年发布的GTX950 它是90瓦 它相当于47.8%的GTX1066 目前来看 苹果新发布的A17 Pro芯片 它在玩3A游戏的性能 和上面说的这几块显卡差不多 下面我们看一下 A17 Pro和PS4比差多少 我们不比芯片性能 直接比效果 直接看疗效 我们来看这张图 生化危机4重制版 在PS4上 它的分辨率是900P 比1080P还要差一丢丢 它的帧数是在40帧 A17 Pro是1080P 30帧到44帧左右 如果是PS5版 在画质模式下 是帧4K55帧左右 如果是性能模式 还是帧4K是60帧左右 它的效果会有一些优化 那么结论就是 苹果新发布的A17 Pro 如果优化一下的话 和索尼的PS4 表现出来的这个效果 是差不多的 是相当的 但是如果想买iPhone15 来玩3A游戏的同学 我劝你冷静 因为A17 Pro芯片 玩这种3A游戏 它的温度是很高的 巨航是很低的 而且手机的价格是很贵的 大概1万左右 对比10年前发布的索尼PS4 它直接用的是电源 即便它的最高功耗是165瓦 但是它目前的价格 也就几百块钱 是二手的 索尼的PS5 现在也就3000左右 具体你会怎么选 欢迎写到评论区 类似相同的性能 从10年前的165瓦 现在给优化到了10瓦 甚至4瓦 这就是科技和时代的进步 中文字幕志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